今天又是减肥菜 清蒸三铜蚝 大家好,我是巧娘 三铜蚝的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也非常容易蒸 三铜蚝就像韭菜一样 可以用割的,下面会继续长出新的 如果你是买的 这些根部可以埋在地里,继续生长 三铜蚝不是很营药 所以清洗两遍就好 都很嫩 如果要用蒸的 最好是用三铜蚝 那我们吃火锅的铜蚝可不可以蒸 也可以,没有这个口感好 碰干了水分,切成寸段 就是这个长度就好,不需要太细 我又罗嗦,让大家来种月桃 月桃真是太方便了 大家一定要种 平时台湾的气候自足缓缓 风沙很小,在家乡平均的叶子很多土 用月桃的叶子铺锅 第一个是味香 第二个就是不粘粘 好了,重点来了 把铜蚝加上一点点的盐 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撒上面粉 切记,面粉不能一下子倒在上面 要用过筛的 用筷子搅拌,让每一片叶子都粘上面粉 但是又不能湿湿粘粘的 就这样很干爽的铺在上面 不要挤压 我用锅筛的是一点不浪费面粉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已经控干了水分 但是不是特别干 撒上干面粉会粘住,这样就是刚刚好 直接放在这个切菜板上 你看,这样面粉基本上是不浪费 如果你一下子倒上,就会成为一坨 看这样用刀刮一下 面粉和菜都是刚刚好 一点都没有浪费 有个粉丝朋友留言说 照着做了,可是后边生下很多的面粉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干净 打开锅,烧水 如果你有玉米粉 就可以像我这样在上面撒上一层 这样蒸出来的菜更加的干爽 不会粘连 如果你没有,也可以用小米打磨出来 撒在上面也是一样的效果 实在没有就不用加 用的面粉,中高低都可以 锅已经开了,可以开始蒸了 蒸5-7分钟,8分钟就可以 今天买了两块老豆腐 都是早上现做的 用热水再汆烫一下 因为我们会配搅葱拌豆腐 小葱拌豆腐就是这样 再不要粘到了菜板 因为都是熟的了 这样切創小块就可以了 切的小方块越小越好 后园里拔了两颗葱 用剪刀剪上就好 凉拌菜我一般不会粘到了菜板 撒上虾皮 这是我们台湾的酱油糕 拌小葱 用酱油糕比甜面酱更好 最后撒上一丢丢的香油 这就是可以代表山东人的直爽 小葱拌豆腐 1200直爽干净 已经蒸了7分钟了 马上关火 看小葱多漂亮 这个不是馒头 不用等待几分钟 马上拿下来 马上打开 看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再加上了玉米粉 玉米粉没有粘性 就是没有筋性 特别适合 中蔬菜类 因为玉米粉是粗粮 这样吃起来 特别健康 其实我们生活中 除了面粉 是细粮之外 很多的都是粗粮 像玉米粉 高粱粉 小米粉 地瓜粉 都是粗粮 大家都可以健康的使用 这样吃 非常的健康 请你尝到 吃下一口又有蔬菜 又有淀粉 又有粗粮 你可以蒸很多种的蔬菜 但是蒸童蒿 特别好吃 这个你明天就可以蒸 市场上现在也有卖童蒿 一把也不贵 顶多20块 我们通常都会蘸 辣椒 大蒜 我们在台湾就蘸点酱油糕 就特别好吃 我时常在分享 如何蒸菜吃的健康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希望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 前边我们吃的是素 如果在家乡 小葱拌豆腐也算素 但在台湾有葱有虾皮不算素 但是我觉得 这是吃豆腐最健康的吃法 这种做法 最好适用是老豆腐 不适合嫩豆腐 我们台湾市场有两种豆腐 一种是嫩豆腐 一种是老豆腐 我之所以做小葱拌豆腐 就是跟中菜特别的搭 我今天没有拍大蒜 就是小葱拌豆腐 配蒸葱拌 吃了可以顺畅 可以通气 是我奶奶的最爱 我觉得奶奶之所以长寿活到百岁 就是离不开这些五谷杂粮 而且葱蒜不断 我努力的分享健康的食谱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像乔娘一样健康 像奶奶一样长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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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